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出席目中达雅节庆典及致辞时说 沙拉越现在已成为高收入区 沙政府现在的工作就是要一并提高沙拉越人民收入 不过他提醒说 如果只是坐等运气却懒惰不愿去行动 那就不可能会成功 阿邦佐哈利也说 之前有多项重要发展计划被取消 但是他不气馁而是努力找钱 最终沙拉越得以自行出资 继续落实这些项目 他强调如果没有资金 那就去找 但前提是沙拉越人必须团结一致 他也不理会闲言闲语 他知道起码有人嫉妒沙拉越 不过沙拉越从不依赖任何人 如果今年收入达至130亿令吉或更高 也不要嫉妒沙拉越 因为那是沙拉越人努力工作得来的 换个焦点 库航从新加坡直飞15的航班起航了 首航班机TR410在今天中午12点35分起飞 大约在下午2点15分抵达15机场 飞机降落后获得水门礼欢迎 这也宣告新开辟的库航 完返15航线今天正式启动 沙拉越交通部长拿督斯里李锦胜 旅游艺术级文化部副部长凯鲁费道斯 沙旅游局首席执行员沙扎 沙交通部常务秘书拿督黄熙胜 上议员兼沙旅游局董事刘慧耀 五级阿瑟议员钱静一 库航市场行销与公关总监杨秀琼 以及大马机场控股有限公司代表等 都特别在食物机场迎接第一批 112名乘搭直航 从新加坡飞抵食物的乘客 并为他们带上沙拉越一般传统串株 库航每个星期将提供三趟 往返新加坡籍食物的班次 分别是星期三、星期五和星期日 大马海市执法局美里区巡逻艇 昨天早上 在老越一带的海域展开博卖行动 和填补漏洞行动3.0时 查获一艘私运五头活水牛的船只 并扣查船长及两名本地船员 大马海市执法局美里区主管 莫哈默凯鲁·安努亚今天发文告指出 该船因为无法出示运送加畜 到沙拉越的许可证 因此在抵触1999年 授医公共卫生法令第9之一 及第三条文下被查办 案件也转交给沙拉越受益局展开调查 最后我们看到 警方证实大马以求混双名将赖佩军 是误罪一个名为Dovivo的购物平台 线上投资计划 最终被骗痛失毕生积蓄 全国警察商业罪案调查总监 拿督司理南利·尤索夫今天指出 警方在上个月接获赖佩军的投报后 对一个投资骗局展开调查 初步调查显示 赖佩军早前参与了一个购物平台投资计划 并且依照指示下载名为Dovivo的应用程式 投资者可透过应用程式 检视所赚取的佣金 在此之前 沙拉越警察总监拿督曼查 也曾在上个月底发文告证实 在三马拉罕省发生一宗涉及Dovivo的诈骗案 受害者是一名40多岁的女促销员 今年1月9号对社交媒体上一则 兼职工作有兴趣而联络对方 其料却掉入虚拟兼职工作骗局 痛失12万5千令吉 警方目前援引刑事法典420欺骗条文 调查上述案件 以上就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